行政院會昨天通過小三通金馬春節專案 將提供金馬地區民眾還有陸配 在明年的春節期間前後 從一月七號到二月六號 經由專案申請航班來返鄉 但是第一波沒有開放台商中轉返台 對此有台商就呼籲 希望政府能恢復兩岸直航的客輪 債客 至少可以疏解上萬人回台 金門縣長楊振武則表示 一旦複航就會全力爭取維持通航 進而達成小三通的全面複航 農曆新年腳步逼近 政院拍板小三通金馬春節專案 金馬民眾極陸配專案申請先行 但並未開放台商中轉返台 大陸他們在這個所謂的疫情的 這樣的一個管控上面 各地方還是各自加碼 縱使這個航點開了 那第一個量能夠不夠 第二個風險高不高 那這個都是航空公司 他們也做了一些考量 那當然我們也有做過一些 試探性的那個 邱泰山表示中國疫情嚴峻 而小三通是船運 搭乘者並非直接抵達機場 不該讓金馬承擔疫情風險 中央評估醫療量能厚 決定不開放中轉 共醫師建議恢復入境採檢措施 對此疫情指揮中心回應 目前不需要 從機場進來的 那由我們固定的航點飛回來的 那回來的人數 我想並不是這麼多 並沒有這個需要要特別啟動 這個所謂的特殊的 這個檢疫的這個措施 春節期間兩岸往來的航點 航班數不足導致票價高漲 讓不少商返台過年的台商大喊吃不燒 第一階段只有是針對於金馬鄉親的民眾 許多台商他們是必須要透過大三通 才能回到台灣 不只舟車勞頓所花費的費用 也是非常龐大的 這個理想跟我們的理想 都不太一樣的 他不會為大陸一百五十萬的台胞來著想 非常希望 希望很久 希望小三都可以開 結果是只開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金馬春節交通專案實施期間 自明年一月七日至二月六日止 總統府表示後續將是疫情發展 及整體情勢評估 循序漸進恢復小三通 期盼透過此次專案作為議後 兩岸人民之間健康有序交流的起點 接著黃曼陳常維綜合報導